孫生昌確確實實地違背自己的承諾 不過你可以看到剛剛第二個畫面 今天在現場 陳菊拜會孫生昌的時候 記者就直接問這一題 你自己的講的話 他還沒回答 陳菊跳出來幫他回答說 我也想回去政材 就沒辦法 政治就是這樣 菊姐出來幫他擋了 我跟大家直接開破 就是這個局很簡單 其實我們在看新北的局的時候 其實他的關鍵點都在臺中 因為這一次民進黨的選情非常的膠著 蔡英文非常怕輸掉中臺灣 當盧秀燕贏了林佳龍那一刻 他的二零二零無望 所以呢 今天不管是游錫坤跟蘇生昌 我也必須說 蘇生昌跟蔡英文的關係並不好 那他今天如果說游錫坤的民調比蘇生更高 他當然更樂見游錫坤出來 可是現在看起來能夠最接近 這個侯友宜的人只有蘇生昌 何況他是老縣長 所以今天找他出來選的原因 是因為他希望能夠在新北市 跟侯友宜有所膠著 那麼國民黨的大軍 就不會南下去力挺中臺灣 中張投 南投國民黨穩穩的 彰化 魏民谷 民調插到一個底 所以彰化跟南投 基本上國民黨很有機會可以拿回來 可是在這樣的中張投影響之下 加上空污的議題 我多次講 林佳龍這次非常有可能會輸給盧秀燕 所以現在為了要救林佳龍 所以把孫生昌跳出來 去卡住侯友宜的大軍 最後我認為侯友宜還是可以贏 可是不會像大家最近看到 民調上說輸入二十幾趴 不會 應該還是在十萬票以內的一個差距 因為孫生昌畢竟他老縣長有爆發力 可是此舉就可以將台中的膠著 讓民進黨不至於立刻潰敗 而這會直接影響到二零二零 到底蔡英文還能不能選 這是陳菊的一個局 不過當然如果台中掉了 那麼新北市侯友宜也順利當選了 那麼蔡英文勢必會被逼供 到時候他就會離開他的民進黨黨主席的位置 那離開以後就是由陳菊來幫他操持黨務 現在開始就操持黨務 現在他是一個名為總統府秘書長 可是實為民進黨地下黨主席的一個舉傑 他來了 他就是直接在做所有黨務的事情 民進黨內都已經知道了 這個國際來就是要黨部的事情都是他處理 然後行政院部分交給賴清德 那蔡總統他自己去兩岸跟國際外交軍事方面的失誤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分工 不過有一點賴清德跟陳菊還有蔡英文其實是同床異夢 因為賴清德所看的是你這次輸了以後 二零二零我直接出來 雖然我承諾說我沒有要選 可是到時候大家都要我選 吳立培也要我選 顧寬明也要我選 大家都要我選 沒辦法 我只好出來承擔 這兩個位不是也承擔嗎 所以會是個這樣的局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是蔡英文跟陳菊 兩個人綁在一起命運共同體 可是這個賴清德 他並沒有跳進這個局 因為等到一一二次 如果民進黨大敗而蔡英文必須辭曉黨主席之後 二零二零還是不是蔡英文選 會是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那到時候就會變成是賴清德跟蔡英文之爭 所以現在蔡英文先把陳菊拉來 高華保守委會 拜託會 既然要立方要出立 那些事件 就是一個這樣的局 可是蔡英文他壓得住陳菊嗎 陳菊何等的分量 他是美麗島世代的人 然後他跟賴清德又是新潮流裡面 現在為二的 二大的 那賴清德2024年 如果他2020年不選 2024他就65歲了 情何以堪 當然他要爭取2020 那玉生兄2020年眼看著就要到了 賴清德現在當的是行政院長 他如果說2018今年這一局 蔡英文穩穩的過了 那賴清德還有機會上演那個黃袍加深 大家逼我出來選的戲碼嗎 那怎麼辦呢 大家應該看 為什麼陳菊這個時候入府去當秘書長 可是幹的全部都是選舉運作的事情 這個裡面的維碼的關鍵就是 蔡英文拉攏新潮流的陳菊到我這邊 避免陳菊去跟賴清德結盟 如果陳菊去跟賴清德結盟的話 那我看保證偉漢的預言會成真 賴清德一定選定2020年 所以除非陳菊倒戈 否則以目前陳菊接受蔡英文的要求 進府服務的話 就等於說2020年 我們別別都流行嘛 你既然是台灣第一個男主席總統 我就繼續來支持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的謀類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也正是因為蔡英文看出來 他對跟新潮流之間 依偎在一種縱橫跟背離之間 還有他獨派對他的某種程度不信任 還有顧冠銘這種老男人的台獨沙文主義者 對蔡英文的牌制 所以因此的這場戰 陳菊的起身 起手勢 就第一個要去說服蘇仁昌 但是我覺得對蘇仁昌是情何以堪 各位記不記得陳定南 記不記得宜蘭縣的兩任的陳青天 記不記得法務部長形象最好 操守最好的 對比陳水扁操守最好的民進黨的法務部長陳定南 陳定南幹完法務部長之後 回去選宜蘭縣長落選 連光榮落敗都談不上 因為票數差距很多 敗給我的好朋友呂溝華縣長 一個當時國民黨的一代 蘇仁昌今年已經七十一歲了 蘇仁昌足足大侯友宜十歲 大十歲 那也就是說蘇仁昌如果年底在當選 明年就任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已經是七十二歲了 往七十三歲邁進了 那你這樣的一個人也幹過行政院長 也幹過台北縣長了 他自己定義說我不會選第三次 因為我們台北縣沒有用組合來升格 不像台中市 把台中市跟原來台中縣 不像台南跟台南市跟台南縣 不像高雄市原來的高雄 跟高雄市組合 我們台北縣是單獨的升格 自己升格 所以蘇仁昌對他來講沒有意義 所以他當年講的是真心話 所以剛剛我還說他以子之毛 我相信當年蘇仁昌在的話 是發自真心的 今天他說開始要考慮的話 我覺得完全就是他剛剛所講的 他如果只是一個政黨 為了自己的政黨利益 跟政黨的算計 而不是為了人民的話 這樣的政黨不要也罷 我覺得蘇仁昌你講得非常好 所以因為台北新北市目前這個局 除了蘇仁昌以外還有一張牌 但是蔡英文不敢叫他出來選 他也不要出來選 他叫做賴清德 否則的話賴清德出來選 他的實力不會壓於蘇仁昌 但是因為賴清德不可能 而且他跟他有某種程度的依偎 在某種程度的摩擦的關係 所以蘇仁昌這張牌變成 蔡英文拿出來打這張選戰的 最佳的一個王牌 但是要靠這張牌 他才能夠讓台中 讓桃園 讓其他的地方的勢 不要錯落那麼快 好 那陳水扁他又是怎麼看呢 我們現在台北的政治觀察家 多了一個叫做永歌物語這隻狗 好 陳水扁的永歌物語怎麼講呢 他點出來說 永帝說 蘇仁昌選台北市長輸17萬票 選副總統輸220萬票 可是人家游錫坤選新北市長 只輸2萬多票 蔡主席你只要多跑一趟 他就當選 好可惜喔 董哥 你比較了解陳水扁 他又在算誰呢 沒有 他現在是在講的是蔡英文 他的攻擊目標是蔡英文 那其實現在的政壇 民進黨政壇他分兩部分 就政國會跟貶系 現在已經合謀了 來對付蘇貞昌跟新潮流 現在新潮流假裝對蘇貞昌很好 過去是出賣蘇貞昌的 所以你看這些人耳以我操 非常讓人家臉紅 而且也很噁心 怎麼講呢 我先講第一個 陳吉今天大啦啦 他其實他現在的身份是高雄縣市長 他還沒當秘書長 對不對 那他現在去 醫護好像遠藍我這大姐大 我來做調解 他還沒上任 兩年前朱立倫在選舉 民進黨每天罵他 說你為什麼沒有做好做完 陳吉沒有做完啊 也沒做好啊 為什麼沒有人罵 是 因為民進黨啊 所以你剛剛講蘇貞昌 講說蘇貞昌你過去講什麼 民進黨的支持者不在乎啦 蘇貞昌說你看我都在培養新人 是啊 你培養新人就是你女兒叫蘇貞昌 對不對 姚立銘幫柯文哲選市長 柯文哲當選喔 我決不入閣 結果過幾天是他太太楊芳寧入閣 這些人講話都不能信 對不對 蘇貞昌剛剛講的那種 感動華盛頓啊怎麼樣 我絕對不會個人潛逐政黨利益 你今天要去就是為個人潛逐跟政黨利益啊 不是嗎 所以你看這些人講話都不要信 那阿扁阿扁現在氣不夠 就說你們這些人弄一弄 你們自己要來跟我對抗嘛 所以他現在最後一句話阿扁勇哥物語怎麼講 就是說你要看現在選對會是誰在負責 是林喜耀啊 林喜耀 林喜耀是蘇貞昌當台北縣長的副縣長 蘇貞昌也沒有做好做完 蘇貞昌當了六年第二任 他就跑去當總統府秘書長啦 由林喜耀代理縣長啊 林喜耀幫他做了剩下那兩年耶 那蘇貞昌就在那邊觀望 結果剛好謝堂廷被修理 因為那時候大停水嘛 還被阿扁在十分水庫當場罵 罵一罵後來謝堂廷就下台了 因為剛好選舉也選不好 所以蘇貞昌就去接隔魁嘛 就是這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 今天民進黨這些人在耳以我詐喔 他們想的就是選舉 就像剛剛韋漢所講的 派蘇貞昌偷住胡友宜的大金 為什麼 因為胡友宜現在眼前來看的話 他是國民黨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明星嘛 政治明星 對 那他這個明星他可能在 全省助選啊 都有外溢的現象 所以不要讓胡友宜去幫其他地方助選 但是他們也料定胡友宜一定選得贏蘇貞昌 對於中華民國認同的大陸人 我們其實是廣義的稱為華僑 所以華僑為革命之母 其實我們並沒有去分 他所謂的來自何處 他的出生在何地 但是他的唯一的相同點 就是都在支持中華民國 我們又變成對方